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普陀寺 说是有这么一年发生了一场大洪灾 这洪水就淹没了寺庙的山门了 这僧人们就无处藏身 然后都去投靠其他的庙门了 但到洪水退去了之后 这偌大的寺院里只剩下了老方丈 和一个无处可去的小和尚 望着这破烂不堪的庙堂 这小和尚是一筹莫展呢 但这老方丈却不发愁 不慌不慌啊 在这庙里还有一样宝贝呢 说完就拿出一个金蝉来 这个金蝉有拇指般大小 金头金翅 那身子像马脑一般闪着五彩的光 非常的好看 小和尚一看这才破涕为笑 师父那把这金蝉卖了换成银子 那咱们就可以修缮妙语 让香火再度兴旺起来了 老和尚一听 嗯是这么个道理 于是这一老一少就带着金蝉来到了山下 先找了一个邻居的客栈就住下了 白天小和尚出去画园 老方丈就在这客栈门口一坐 把这金蝉摆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叫卖 摆了大约有一个月了 有这么一天 一个大富翩翩的富商路过此地 一看就被这金蝉给吸引住了 此人叫赵大年 那是财大气粗啊 家里珍藏了不少的宝贝 可是这只金蝉呢 太特别了 拿起来竟然能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 瞬间便抚平他心里的浮躁 赵大年卷起了袖子 要和这老方丈谈架 这老方丈并不理会他 他就用一根木棍在这地上啊 划了一串数字 赵大年看清了价钱 哎 老师傅 便宜点 这金蝉我要了 老方丈慢吞吞的 一千二百三十两零六千银子 少一文都不卖 赵大年一听 大师啊 这世间哪有一锤子买卖呀 那这样吧 我给你个整数 一千两 如果你愿意出手啊 明天呢 咱们就到天顺大酒楼啊 称交 说把这赵大年就扬缠而去 他以为这老方丈能去找他呢 可是这老方丈没有去找这赵大年 每天照就坐在这店门口卖着金蝉 就这么过了三天之后又来了一个买金蝉的人 那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有诚意 把这价码提高到了一千二百两 但是这老方丈非常的执拗 这金蝉不二架 就把那个人给打发了 可是没有想到一个时辰之后 这个人又回来了 再次出价到一千二百三十两 大家伙一看 这老方丈这回不会再坚持了吧 就差六两 没想到老方丈还是直咬脑袋 那个人哭笑不得 师父 你说你卖这么贵的物件 还差六千银子吗 这老方丈收回金蝉 施主啊 老纳是个和尚 不是商人 施主要是真爱磁宝啊 请再拿六千银子来 那个人一听啊 实话告诉你吧 我也是替人办事 这六千银子虽然是不多 但是我也做不了主啊 大家一听 顿时猜测到了 这个人呢 也一定是赵大年打发来的 想着人家也不差那六千银子 就想止口气呗 从那天开始啊 再也不见有人来问家了 就连那店主都沉不住气了 忍不住就劝着老方丈 哎 师父啊 咱们可这是穷乡僻壤啊 难得碰上一个能够买得起金蝉的主啊 哎 何况你们仕途二人是要吃饭要住店 天天都得花钱呢 我说你不如主动去找那姓赵那谈谈 像他这种财大气粗的人就是好过面子 哎呀 你就当着六千银子 卖他个面子呗 不料这老方丈眼皮一搭了 施主 请不要多管闲事 我徒弟出去化缘了 他一回来呀 我就把这些天欠的这房钱如数还上 店家一听 你这老和尚不是不知好歹吗 一生气再也不劝他了 挨咋地了 傍晚时分 小和尚化缘回来了 谁知道他刚进门呢 就与一个住店的红脸汉子 撞了个满怀 那个人胸前也不知报了个什么东西 只听哗啦一声脆响 一些碎片掉下来了 这红脸汉子一把就抓住这小和尚 说他撞坏了自己家传的宝器 非要他赔银子不可 小和尚吓得面无血色呀 没找赶紧回去找师父商量主义 老方丈一看 知道这是赵大年设的一个圈套 那无非就是想逼自己就范 可他现在别无他法 只能去找这赵大年 把这金蝉卖给他 不过这老方丈 找到赵大年接过银子 一看发现只有一千两 师主 这赵大年还洋装不懂呢 我只答应过出一千两银子 如今我这一分不少啊 全兑现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老方丈是无言以对呀 正要走 小和尚在旁边坐一了 哎 师主啊 请您发发慈悲吧 我师父啊 算出修善寺庙的费用 刚好是一千二百三十两零六钱的银子 多一文无用 少一文不够啊 这呀 赵大年一听 黑黑一笑 心想这老和尚还真能吹 寺庙还没修呢 你怎么知道花多少钱呢 在一旁就讥讽了 啊 修善寺庙那是一笔大数目啊 预算上有个百十两的出入着很正常 可要想算的一文不差 你是神仙呢 老方丈在一旁叹了一口气 出家人不打狂语 你要不信可愿和老那打这个赌吗 赵大年一听 这脾气上来了 打就打 你不够银子 我给你垫上 老方丈笑了 那你不怕老那还不上你的银子吗 赵大年一听 不怕 寺庙修好了 有香火钱可以收啊 就这么的二人打下赌了 在一个月之后 这寺庙修缮一新了 一结账 刚好是一千二百二十五两 赵大年听了报价 暗自心惊啊 没有想到这数字和老方丈的预算竟然如此的接近 你不过接近是接近 并没有像老方丈说的一文不差呀 这时候小和尚跑过来告诉他了 说香岸上的牧鱼被水泡的裂开了口子 还要再添十只心的 赵大年找着来工匠一问呢 做十只牧鱼的工钱和料钱恰好是五两六千银子 赵大年这惊得半嗓都合不拢嘴呀 他连忙去见这老方丈 此时老方丈啊 正在那房屋里打盹呢 赵大年是个粗人呢 他不管不顾就嚷嚷了 哎呀 你真是老神仙呢 那垫覆的银子我不要了 我只想请你给我算算 老师傅 我这辈子能活多大岁数 能赚到多少钱呢 老方丈微微的睁开眼 忽然声如红中 赵大年 我不知你能活多久 此生还有多少福可以享 我只知道 洪灾之时 你趁机抬高米价 赚得一千二百三十两 零六千的黑心钱 如今已经一分不少的吐了出来 以后若再干这种 投机取巧的勾当 定会折剪羊兽 养鸡子孙 阿弥陀佛 说完这番话 这老方丈便入定在那里 是一动不动了 一旁的小和尚上前一探着鼻息 顿时时大哭起来 小和尚不知道啊 上次洪水半夜洗过来的时候 老方丈年老体衰 当晚就已经游进灯窟了 只是因为心里惦念着店里的众僧 才一息尚存 用最后一点余力 完成了寺庙的修缮 赵当年一见着小和尚 虎视眈眈的望着自己 哪还敢久留啊 站着晶晶从怀里掏出那只金蝉 递给着小和尚 说了一句 小人惭愧啊 便灰溜溜的离开了 这小和尚捧着这金蝉 心中是五味杂陈呢 当初师父拿出这件宝物的时候 他心里还犯过疑 以为师父私吞了大量相克的馈赠呢 现在他突然想到 师父的法号不就是金蝉子吗 莫非这金蝉是师父的 所化吗 就在这时啊 那金蝉忽然动了一下子 小和尚以为自己眼花了 再仔细看的时候 那金蝉竟然弹了弹 翅膀嗖的一声 飞出了窗外 见此情景 小和尚也不哭了 此后他时常听到窗外的禅鸣 就好像他师父跟他一样